先做圈的部分 好那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扣具的部分做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编这个链条的部分 项链的部分 那我们先做圈的这一部分 那水滴流出的这一块 我们等一下再试放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如果都是链条的话 我做这个设计的话 就是说让整个链条在这个中间 视觉上会有一点点的层次感跟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这个如果我们用整条的金属链 然后尾端加这个流出的话 那就会项链显得单调了一点点 只有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在上面这一段 我就加了几颗珠子 那你们将来自己做变化的时候 这个珠子可以加不一样的素材 那甚至这个金属链的长短也可以做变化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闭锁式的九字针 那我们用24G的线来做编制 那我们开始来做编制的动作 那基本上这个24G线我们减7公分就可以了 那一颗珠子用7公分 那基本上我是通常在做的时候我不会剪断 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在这里7公分 两7公分 因为如果我给各位的是一条很长的一条线 那各位如果在市面上买的是整卷的线 那如果你每一次做一颗珠子 你就把线剪断 你会觉得最后你会觉得有一点浪费 那如果刚开始要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做这样子的动作 就是减7公分左右 那我先做一个就是有剪断的部分 好,剪7公分 那如果等一下我再做一个就是不剪断的话 怎么处理 好,那我们就是在这个3公分左右的位置 因为基本上刚开始各位比较不熟悉那个长度的话 你可能就要比一下大概就是7公分 就是3公分左右的位置 好,就这样子 3公分左右的位置 好,那折90度 再把这个就是圈圈 这个工具 手掌心朝上 由外往内卷 它基本上就交叉了 就有个小圆 那这里我们要把它套进我们的扣具里面 这个 扣具的这个圆 套进来 套进来之后 我们再用尖嘴钳 或者是你用圆柱钳都可以 就是把它夹住 夹住这个交叉点 夹住这个两个就是交叉点 然后用手或者是用工具也可以 这个一定要夹住这个交叉点的位置 或者的话你可能这一绕的时候它会跑掉 然后确实要有夹紧 如果没有夹紧的话它也会松脱 那你那个圆就变形了 那如果你不习惯用手 你用工具也可以 一个尖嘴钳或者是圆柱钳都可以 你只要夹住这个尾端 然后绕三 两圈 那绕的时候要稍微租一下 绕两圈就可以了 不要让它前端一直卷起来 因为我们没有留很长 那基本上用手就可以了 但是你用工具的话有好处 它可以拉得很紧 如果你的手力气够的话 你不需要用工具也可以 那这个要让它紧贴着 就是不要让它就是有肩细 你要肩膀靠肩膀的这样子的动作 那把这个剩下的线剪断 那剪断之后我们一样就是稍微整一下 让它这个线贴着 不要让它翘起来的感觉 所以也是一样压转 稍微转一下 它就会比较服贴一点点 那把这个珠子加进来 那今天我们用的是六米的珍珠 加进来之后呢 这个圆 我们现在是这个方向 底下这个圆 我们现在不是 就是你在镜头看到的 不是我们不是要放这个 你看得到圆的方向 我们要看到直线的部分就好 握住之后 把我们的这个线 一样就是等于是两个圆 要让它同一个方向的意思 那你要这个方向 你放平的这样子也可以 那你习惯如果说 你握住这个圆的部分 那你就记得它的这个 还是一样这样子折90度 圆的那个珠子折90度 那之后呢 我们要一样就是用这个圆珠浅工具 折到夹到这个大概0.5公分左右的位置 你比较圆珠浅比较靠近尾端的 这个等于是比较宽的地方 然后折回来 折回来之后再把这个要绕起来 基本上你这样子绕起来之后 它就是一个闭锁的圆 但是我们今天设计的是要连接那个金属链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直接套到这个金属链里面 那这个圆你如果要让它小一点的话 就是如果你不要它这么大的话 因为前面的我们是让它比较 这个是在这个双圈的圆里面 所以这个第一个圆不能够太小 那基本上如果你不希望它这个圆太大的话 你可以让它工具就是线放在工具的比较浅端比较细的部分 这样子它的圆就小一点点 然后再把它套进这个金属链的最后一个圆 最后一个尾端的那个链条最后一个那个圆 放进来之后我们才把这个圆 这个把它闭锁起来 跟刚才一样就是夹住这个交叉点 然后把它绕两圈 那绕的时候就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是用工具往珠子的方向绕 而不是用珠子的方向往外面绕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线 第一条线进来的时候 你要让它往工具的方向拉 那个力量是往外的不是往内的 如果往内的话你的线就会往 就是往右手边靠 那我们要线是让它往左手边 然后慢慢的往右手边前进 所以你要让它有那个缝隙 这样子 好 绕好了之后两圈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剪断 好 那一样就是这个线剪断之后 我都会习惯做一个动作 我会用尖嘴前 再稍微的 这样子压一下 让它那个线头不要翘起来 基本上就是说 有的工具就是你在剪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贴着那个珠子 所以我都会在做最后再做这个动作 然后整个结束之后 我会再做一个检查 就是可能你在绕线的过程 这两个圆已经不是同一个方向 不是一个水平 目前右手边是立起来的 可是左手边是水平的 是平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整个项链做起来的效果 会不好 所以我会再做一个动作 你用工具也可以 用双手也可以 把它扭一下 那它两个是在同一个方向的 它不是 你在镜头上看起来 它就是平的 不要是一个是这样子 像刚才是这样 镜头看起来是一个是平的 一个是立起来的 它没有在同一个水平上 所以我们要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细节的部分 让它就是比较 整个项链效果会比较平顺一点点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项链 我会是 链条中间就是 柱子跟柱子中间 会有一小段的链条 那这个链条的部分 你要留几个环都OK 但是我会建议就是说 我希望柱子是集中一点点 所以我不会让它留的很长 距离很长 那当然你如果要做这样的设计也可以 不是说不行 只是说每个喜好不一样 你要让它就是 柱子是在视觉上 不会集中在一处的话 你就把它分散开来也是OK 但是不要让它跑到后面去 就是你同样是在你的胸前 那个位置就好 那基本上我是留五个环 所以我在做的时候 我是这样做起来之后 我会数 一二三四五 那五个环好像有一点点短 那我们就看看 就是你喜欢的部分 大概我会留个两公分 那如果说像刚才那样 我们就留五个环这样子的话 一二三四五五个 那你在这里做记号 你要剪的是第六个环 要剪的是第六个环 因为我们要留五个 所以你会剪第六个环 剪下去之后 这里 这个刺刺的稍微注意一下 要拿掉 这个一定要拿掉 就剪断的时候 因为金属面 它可能在制作的过程 它会稍微黏住 这样子 那我们就在做第二颗珠子 那第二颗珠子 我就示范不要把它剪断的时候 怎么做 一样 你把整条线拿过来 把珠子穿进去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会浪费的线 会比较少一点点 珠子先放进去之后 我们再来做那个闭锁 闭锁九字 一样 就是在三公分左右的位置 折九十度 然后 做小圆 靠进来我们的这个金属链 刚才的那个金属链 剪断的金属链 最后一个环 做法跟你把线剪断的做法都一样 只是说那个线 我们比较不会浪费那么多 插在这里而已 那一样就是夹住这个 那个交叉点 然后绕一下 如果你用手的话 要记得就是要拉紧一点点 那基本上我在做 我都不会留到三公分 我都是留两公分左右 因为我做比较久了 我可以用比较短的线来做 那各位的话 就可能一开始就是 都是留个三公分左右 那一样这个线 把它剩下的线剪断 趁柱子还没有推进来的时候 我们线稍微尾端整理一下 然后线柱子推进来时候 一样就是折90度 那一样要注意一下这个角度 这个圆 然后折90度 那如果你忘记了这个动作的话 没有关系 最后我们再来整线 就一样就是折小圆 那记得要把金属链放进来 虽然它很长 还是一样可以放 但是如果你用整卷线的话 就没有办法 你可能就要剪一小段 就是可能剪个50公分 然后开始做这样子 然后放进来之后 一样就是在这个交叉点 以工具固定 然后再绕这个 闭锁式的圆 一样 整线的动作 那也是一样 最后这个圆 要让它平行 这样 好 那一样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一样数 五个圆 然后剪第六个 一二三四五 如果你怕看不清楚 那你就做个记号 一二三四五 放在第五个 一二三四五 放在第五个环 放进来之后 剪第六个 好 那就一样再继续做 总共就是加三个珠子 这样子 一二三 那最后一个 加第三个珠子之后 这条链条就不要剪断 直接就整个留在这里 好 那就持续的编制 好 那我们在剪这个 金属线的时候 要稍微珠一下 我们做这个闭锁式的九字 要剪金属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小人 是平的 不要让它立起来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立起来 来剪的话 你有可能会剪到这个圆 所以我们是让它平的 呈现是平的状态 圈圈是平的 不是立起来的 好 那我们再来剪 这样子你的工具过来 你不会剪到这个圆 好 直接有剪到线 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是这样子的话 你原先立起来 你工具过来就会剪到它了 好 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免得你又要浪费线 然后又要浪费时间这样子 那一样剪好了 就是稍微卷一下这个线头的部分 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要来讲解这个流书的部分 好 那我们取这个24G的线 大概8公分左右 8公分左右 好 然后加入水滴 那这个水滴加进来 我们大概是在 嗯 三分之一的位置 所以大概就是 两公分左右的位置就好 然后把这个 短线跟长线都这样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 我们让这个 就是线交叉的位置 大概就是 离这个水滴有一点点的距离 好 然后再交叉转 那通常我会让短线在下面 好 那看你的习惯 都可以 那交叉转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短线在下面 一转就会交叉了 好 那这里 交叉转 现在这样子 握住 转一圈 这样是一圈 再握住 再转一圈 好 这样就两圈 好 那两圈之后 我们把这个短线剪掉 短线我们就不要 然后这个线 折90度 把它折回来 到小圆 那一样这个小圆 我们要把它 套进去那个金属链的尾端 就是 如果你要让它大一点 你就往后面放 那我不要让它圆太大 我就会在中间的位置 把它套进去 这个金属链的尾端 跟刚才加那个珍珠的方式是一样的 好 只是我们现在是加水滴 那加进来之后呢 这个结束的方式也一样 就是夹住这个两条线交叉点 然后这个绕的时候 我们绕下来 直接绕到这个 刚才交叉转的那些 那个脖子上面 那这里 因为你要绕很多圈 可能要四圈到五圈 那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你的位置 就是一定要让它肩膀靠肩膀 而且是由工具的方向 往珠子的方向前进 好 那就不要让它线重叠 这样子才会漂亮 所以拉的时候 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好 让它平行 这个线是 叠上去的时候是平行的 而且是肩膀靠肩膀的 那已经到这个交叉点 这个起点的位置 交叉点的位置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剪断 这个圆要稍微整理一下 好 因为我们施力点的关系 有时候那个圆会跑掉 你要剪的时候 让这个圆 它是平的 不要立起来的 在这个位置剪 你可能就会剪掉 那个包水滴的线 那我们要剪的是 这条剩下的 立起来的线 最后稍微就是整理一下 好 那这样子 好 那像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 在这个尾端的地方 我们刚才加了最后一颗 好 那你这个水滴 你要放在哪个位置都可以 好 你就是说 你要间隔两个环 或者是三个环都可以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的环是一个 一个是平 一个是立起来 这个是平的 下一个就是立起来的 那所以如果说 你让它在 就是都是在那个 一三五的位置的话 你的水滴 会都在同一侧 会 你要注意一下 你在做的时候 你要注意就是说 不要让它在同一侧 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是一三五的话 那像我这个的话 我是在第一个环放一个 最下面的环放一个 然后在第三个环 左右个放一个 然后在第二次 在第四个环 左右个放一个 或第六个环 左右个放一个 通常我会让它 第二段跟第三段的位置 刚好不是在 都是在急速 或者是都在偶速 因为我会让它错开来 会觉得是在项链的 前后左右都有珠子 这个是在 第一个一定是在正中间 那如果我第二组的 两个珠子 是在第三个环的话 第三个环的左右 那它在项链来讲 就是在左右 那接下来的 那个第三组的环 我就放在第六个 因为三跟五 它会是同一个方向 就我就会放在第六个环 那第六个环 放上来之后 基本上它就是前后 就会变成是 在四个面都有珠子 那你垂放下来的时候 它不会集中在同一面 这样子就会有交错的感觉 那也可以随你自己的喜欢 去做设计 那可以试看看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介绍的这个Y字链 就是一个活动式的扣具的一个Y字链 好 这个字幕开吼 可以行 sung 一点点